各位獎金就在草田上樹下 今天我們在一起共住 還是要恢復小毛孔的方式 這有很大的好處 這居住環境沒有絲毫留戀 居住豪華的房子 住得很舒服 很安穩 就不想離開 起了貪心 控制 但有的念頭 將來死了之後 做畜生 做畜生生 在道場裡做蟑螂 螞蟻 蚊蟲之類 這多可憐 多可悲 世尊當民在世 生團沒有組織 沒有層層結智 只有師生關係 釋迦牟尼佛是老師 一千兩百五十人是學生 聽上所看到的上手 是表法的 不是真正的組織 他們在一起生活的愉快 幸福 原因是每天 每天聞法 大家的思想見解 若見相同 相同不是說 接受釋迦牟尼佛的思想見解 而是每個人將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 都捨棄 這就同樂 這是見和同解 不是說佛的思想正確 我們都是錯誤的 我們要以釋迦牟尼佛的思想做我的思想 佛絕不做這種事情 這是魔做的 佛絕不控制人 佛教導我們 一切終身皆有佛性 皆當作佛 所以真正佛法 決定沒有控制 善友一切人事物的面頭 我們能將控制善友 分別執著捨棄 就會得大自在 過的就是佛菩薩 天人神仙的生活 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白 要認真努力學習的 有形式的組織很容易被利用 還是沒有組織的好 有人說 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 這是真權奪利的力量 我們不要 我們要藉定會的力量 這個力量可以突破三界 了斷真實 能將我們的生活空間擴展到虛空法界 這是真實智慧 真實智慧才能幫助社會安定 世界和平 一切動身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滿 這是大慈大悲 這是孔夫子的忠術之道 學佛人 要有真正的智慧 將孔夫子的忠術之道 與至尊的大慈大悲 在一生中落實 才不愧為聖人的例子 這一生過得有利益 有價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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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